把光明感应器的数值读进来 那光明感应器的数值会是什么 一定是类比信号输入 因为它的值会是一个数字 不是0跟1而已 不是有光或者没有光 你要测光的大小 所以它应该会变成所谓的类比信号 我们在BPiBit里面 它跟Microbit设计不一样的地方 也在对光线的侦测 Microbit是采用LED漏光的方式去侦测 所以它只有一个 等于说它只有一个光明感应器的值 那在BPiBit里面 它放了两个光明感应器 在上面这里 这两颗 这两颗 所以你可以依序把它读出来 光线是从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可以把它侦测出来 所以我们就重新 从无道友来做一次 把它数字读进来 我们开一个 Arduino IDE的空的文件 那首先一样 我们会怎么样 定义 它使用哪一个角位 一个是36 一个是39 GPIO 36 39 左边36 右边39 所以 ADCConfig 就是光明感应器的Config 就加进来 在最前面定义里面 给它进来 再来 我们在Setup里面 告诉它说 我们要用1520的暴率 然后你这里一定会 满天心的问号 怎么只有一行啊 对不对 前面不是有什么PinMod吗 那在Arduino IDE里面 类比信号读入 你不需要在Setup里面 多做说明 直接引用就可以了 直接引用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边没有定义 那在Loop里面 我们直接把它读出 Analog Read 左边 这左边 这右边 然后暂停5秒 程式的范例非常简单 那前面这显示什么 那是 这是左边嘛 多少 它是显示右边多少 就这样 那这个是注解嘛 两条斜线是注解 所以范例 非常非常的容易 简单去写 所以你就把这串 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 Loop 不断的去显示 不断的显示 说左边的指是多少 右边的指是多少 每隔半秒钟 检查一次 如果你要检查频率 反复一点 你就把Delay的时间 缩短就好了 好 一样 简直 编译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编译完没问题 上传 好 上传完毕没问题 来看一下 好 现在左右两边还是有稍微有差距 左右左右三百多 好 稍微 因为每 即使你看起来算是平和的光线 左边右边来讲 它的数值多少还是会有差异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那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数值放出来 这个抓下来 放在下面 这个值是放在上面 好 这样子 那我接下来要去把光明的值遮掉 好 有没有看到现在是右边的 右边的光明器被有遮掉 所以你看它现在跑到零了 那我们放掉它又回来了 左边的把它遮掉 好 没有光了它是零 放掉它又回来了 这是左右两个光明感应器的值的读取 那有这两个值你就可以判断 那我们的光线是从左边来的 还是右边来的 来了之后要做什么事情